然後剛剛我們講到就是那個 那個白飯的這一塊啊 我跟你講 白飯這個東西是我們日本人發明的 蛤 你們日本人發明白飯 微波 用微波的 這個 結果他們準備的不是 是這個 不是啊 他也是一盒的 對 微波的熟飯 你們吃過日本的那個嗎 叫做 SATO 就是這個超好吃耶 飛鈴商店都有賣啊 對對對 那個超好吃 好吃到爆 你為什麼一直要講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台灣也不太會想要吃日本菜 我去韓國的時候也是 但是我上一次去歐洲一個月 我超想吃那個白飯跟那個 所以很多日本人就是出國會帶這個 還有味噌 可是現在到處都有一些日本超市的啊 對 每個地方都會賣這個 但是我上一次去的地方是那個 比利斯的南邊 還有華國的南邊 然後還有西班牙就是 都鄉下 買不到東西 也是 我一個月買不到 然後 終於有一天 我比利斯的第二個禮拜嘛 我超想吃亞洲菜 然後找到這一家就是那個 從我菜的一個店 我說哇 很開心喔 我們工作人員很開心過去喔 哇賽 我跟你講 那一家如果在台灣的話 超級難吃的東西很鹹喔 那個米就很硬 但是你說我們就是吃到快眼裂掉下來 對啊 好不容易吃到那個亞洲菜的味道 然後很貴喔 一個人大概有一點像台灣的熱炒一樣 但是一個人 所以我還是覺得像日本的泡麵啊 像這種的米啊 還有那個味噌還有醬油 像這種東西我們必須要就是出國的時候要戴 這比較方便 米真的都會戴著 是 對對對還有這個 就是量你腳的尺寸要買鞋子 沒有 這個叫做 舒服美型拉筋板 你戴這幹嘛 我跟你講因為很多老人家就是那個身體不健康嘛 然後呢 所以你是老人家也身體不健康嗎 老人家有身體不健康沒錯 而且會水腫 所以呢 最近我非常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呢 像那個裡面的健康步道一樣 但是健康步道 不可能是出國嘛 但是這個東西 而且是坐飛機 是不是腳很痛 有時候那個水腫 這個非常方便 你看後面 就這樣子 哦 知道了啦 因為他是拉筋板 所以他要給他 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都知道下一位 是嗎 放反了 你放反了啦 放反了 你好像醋了 你確定你會用嗎 你會用過嗎 然後直接踩一踩 直接 就是踩在上面嘛 對不對 你鞋子脫掉踩一下看看 對 側面 對大概這樣 對 來 等一下整個板子都壞掉了 蠻痛的耶 等一下 真的蠻痛的耶 你冒汗的耶 不是啦 你上來的方式不對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上來的方式不對 等一下 冒汗的耶 這 腎虛是不是 這邊剛好指說 你生殖器失眠 你生殖器失眠了 你生殖器失眠了 這個東西太準了 一定要買 真的 我流汗 我擦一下 擦一下就這樣耶 所以你後腳跟的地方 特別痛對不對 超痛 生殖器失眠 那你要給他吃一點 失眠的藥喔 這個 但是 我說真的是 踩一下這個就非常非常舒服 就流汗了耶 很痛 我沒想到那麼痛 你真的很虛耶 很有保健的效果啦 沒有沒有 還有還有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是加碼啦 然後呢 這樣子 這樣可以耶 很少看到還可以這樣用的耶 這個不錯啦 其實很好用啊 那你如果這樣用呢 這樣用會怎麼樣 最近很突出 碰不到吧 像是馬來西亞的話呢 因為我們出國旅遊 因為其實我們的預算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 都會自己準備一些零食啊 還有我們的一些美露 然後最重要還是要有泡麵 因為泡麵有時候在飯店 半夜肚子餓的話 可以煮泡麵來吃 然後像是馬來西亞最近呢 前陣子有一個蠻特別的吃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就是使用泡麵再加上美露粉呢 你會覺得很怪 可是非常特別 因為加上美露粉呢 它湯底會更加濃郁 可是它的辣味還是在的 所以有點甜甜辣辣的感覺 所以非常好吃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特別喔 就是你們家鄉的泡麵 加上美露粉 泡麵有沒有什麼口味限定 什麼樣的泡麵適合美露 專屬是辣味的咖哩麵 再加上美露 可是我們上次有講過說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美露 跟我們的美露不一樣 對 可是我聽過台灣朋友說不一樣 所以有時我的台灣朋友 在這裡工作或來讀書 像我這趟來 我的朋友都會叫我代購 就從馬來西亞帶來台灣 然後還有辣椒醬也是 因為我朋友在這裡 真是沒有辣椒醬 他真是不能生活 可是台灣不是買得到嗎 那一瓶辣椒醬 這個嗎 因為我朋友他很少找到 因為這個是馬來西亞才有的 對...所以不一樣 他不喜歡吃那種甜甜的 但泡麵真的一定都會帶吧 對... 這個是從小 我媽媽這個家學淵源 我小時候第一次出國 我媽媽帶我們三個小孩去日本玩 然後我就想說去日本 為什麼要帶泡麵 日本不是什麼都有嗎 但是因為我們跟旅行團 有一天晚上就是在富士山下 一個泡溫泉的地方 那裡真的半夜什麼吃的都沒有 然後住在一個就是溫泉區裡面 到最後呢 就是小孩子已經晚上要睡覺 但是很餓 你餓到睡不著 我媽就把泡麵打開 而且呢一定要帶碗裝泡麵 對... 因為以前我們都覺得說 那個又一袋一袋的感覺 比較不佔空間 可是後來為了找那個碗 你根本找不到你也沒得吃 所以一定要帶這種碗裝的 對... 但是其實我後來學乖 我就直接帶一個碗 其他都是一包一包的就好啦 對啊... 妳可以拿一個泡麵的碗就好 對... 就帶一個碗就好 沒有 因為通常出國的... 還比較環保 對...通常出國的行李箱比較空 因為你出去買東西要回來嘛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 就帶那碗裝泡麵 帶半箱 然後去那邊吃 一定要吃完 吃完 對... 不然又帶回來那真的站空間 對... 可是真的吃泡麵就有味道的問題 因為有一次我們去歐洲 那個時候去出外景拍一個表展 然後我們就幾個人 大概三四個人在房間裡 我們就一樣嘛 就煮泡麵來吃 可是我們的味道 就是大家四碗一起泡 隔壁的人來敲門 我們準備開始吃了 咚咚咚 他就說你們的味道很重 可以請你們吃快一點嗎 因為半夜的確啦 半夜十一二點 然後在... 因為那個歐洲的飯店那個牆壁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較薄還是怎麼樣 他們真的聞得到我們泡麵的味道 還是沒有門 有門啦 有門啦 所以吃泡麵是真的 為什麼台灣人喜歡出國帶泡麵 我覺得也是真的太方便 因為你講說日本 大家都喜歡日本多泡麵 可是就是日本日式泡麵 跟台式泡麵吃起來還是不一樣 就是少少了一個味 台灣的那個味道就不見了 對 日式泡麵吃久還是會有點膩 對 他偏拉麵的感覺 對 對 有沒有 麻辣鍋的那個麵 一下子 沒有 好 合適人最怕的是怕無聊 所以我們會帶一些就是桌遊 或是一些遊戲帶出國 尤其是我們會帶那個西洋漆 好無聊 西洋漆很占空間耶 沒有沒有 他其實如果你遮起來 他裡面一個小小的 他可能也不超過就這個尺寸 就是要是小小然後裡面就是有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是覺得就是有的時候就是回去放店 沒有事情做也睡不著 或者說坐貨車坐飛機也沒事情幹 而且也怕就是可能身邊的人也無 就是無話可以講 所以這樣子我們可以就是 拉近任何人的距離 因為我上次跟我台灣的朋友出國玩 我也是覺得 可以帶什麼東西啊 就帶了一個小小的那個西洋漆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是發瘋的 然後覺得我是聖精兵 幹嘛帶這個東西 可是後來我們到了房間真的沒有實行做 而且我們看電視也聽不懂 所以我們就可以玩也就是蠻好玩的 大家就覺得 不錯了 帶個撲克牌不是就好了嗎 太簡單了 對啊 真的有的我還聽過我爸那個朋友 他們帶麻將的也有啊 像有那種迷你麻將啊 對啊 主片麻將都有啊 有有有 但是撲克牌是有一個問題 是比如說我又發現我自己也跟人發現 俄羅斯人玩的撲克牌跟台灣人玩的撲克牌不一樣 所以就是這些規定不同 所以這樣子就 你要學會台灣的 或者台灣人你要學會我們的 這樣子就 這樣很簡單 你看光是學互相的 就已經消耗一個晚上啦 不是就怕不良分 可是這樣子就一直嘲笑一直罵罵罵罵罵 也就聽不懂啊 對啊 我是不知道妳去哪裡啊 出去玩 真的有那麼無聊 對 那我是說 那幹嘛還去齁 飯店就是沒有事情做啊 也睡不著 對不對 所以就幹嘛 你要問夢多啊 飯店晚上睡不著要做 他有一些地方已經失眠了 是 那老外出路 你們出國自己有沒有必備什麼樣的小物 如果沒有他的話 真的就是渾身不對勁睡不著 我啊 我有一個一定要有的 你這一盒好可怕 有沒有打開來就很香對不對 感覺你要做法咧 各種 真的啊 那為什麼還有紅包袋裡面還有東西 那是 那是我等一下要講的 各種現象 我出國一定要帶現象 為什麼 那這個 你好奇怪 你來過我房間啊 我一定 注意啊 我那個時候覺得 我們是哪一個國家 房間就是我們出國愛情當 各種 對 他真的每次都帶這一些東西耶 可是我如果在飯店聞到香的味道 我會覺得那個房間發生過什麼事 對啊 你不覺得嗎 會怕怕的 因為我其實我有在公廟服務 然後其實我 你是認真的是不是 我是認真的啊 對對對 然後我很在乎就是去到那個地方的磁場怎麼樣 那如果我進去覺得 這個磁場不太對的時候我就會點 或者說 我也會希望說這個房間 因為有些旅館進去以後 你會發現那個味道不是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有些人喜歡點蠟燭 我就是喜歡點現象的那種 但是如果下一個人 就是他們 進去的話 對 進去 他就覺得這個味道很奇怪 對啊 對外國人來說 真的 是不是剛剛做一場法式的感覺 對 他就會回這個房間 對 所以我在最後 最後一天半或兩天的時候 我就會把窗戶打開 然後就不點了 那你也只能自己一個人住耶 你不能跟其他人住耶 我可以跟那個浩角翔起的浩子住 因為他進房間第一件事也是點現象 我們兩個就有一個習慣 就點了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次出國跟彩華姐她就這樣 我們就再也不跟她出國了 對不起 她早上起來真的就是八點 點現象 開佛經 對 你知道我睡在旁邊 對 怎麼會這樣子 他這樣回向給你 這個是禁服 就是如果說你那個 你住的飯店是不是都很不乾淨啊 有時候去住 或者說我們自己拍戲 不一定是出國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真的會不太舒服 這個就是 這個畫了以後 可以拿來就是 灑在那個飯店的房間四周圍 對 你要加那個米跟鹽巴 好 我講完了 我講完了 米跟鹽巴 這我出國都會帶東西 好專業喔 你真的 我每次就是跟你出國 而且是我們那個 但是你看你弄成這樣 他還在啊 他就是我們還是好朋友啊 對 沒關係 我們兩個都是冤親菜主 互相的啊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這個 對 我之前在日本買 我跟夢多一起去日本出外景的時候 買了一個很大的御守 超大號御守 可是我今天沒有帶到 很大個耶 對 很大 然後我只要去到就是日本 我們去打Pachinko的時候 你那個那麼大齁 一般是小朋友放鑰匙 長輩放地址的一個地方 對 或者說懶惰的老婆帶那個大餅 就是 就是那個地方 我們只要 我只要去到那個國家是有的賭的 就是Pachinko啊 或者說有那種Casino 我可以進去晃兩圈 我就會帶了那個去 有用嗎 喔 那邊 對 哪一店他試得很慘 我們就是進 對 哪一店他帶喔 他在我旁邊一直種 然後我一隻 一直換錢 很好笑的是就是 感覺快開的時候 他那個御守從這邊拿出來 是打那個台子 你知道嗎 我說你在幹嘛 這是電影在看這個人在幹嘛 快開快開快開 結果輸了 結果輸了 哈囉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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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